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古老似经典在燕 走过时代变迁 轨迹不变 旧记忆 清楚旱见 我们乘坐电车丁丁 继续东行经过金钟 转入庄氏敦道来到湾仔 向皇后带道东行 会找到一些保育及活化工程项目 这里的街名很特别 曾经有一条叫喜帖街 即是现在的利东街 再走进去到石水渠街 还有一间很特别的南屋 湾仔这里有很多旧建筑物 去到皇后带道东这里 已经可以发现到 三个社区重建及保育项目 保育?能吃吗? 不,保育就是为了未来 将一些历史建筑 成为可以再用的社会资源 继续在社区里生活下去 就像旧湾仔街市 活化之后 地下的圆形建筑物就保留 变成铺头 楼上就建了私人住宅 还有这条消失了的喜帖街 又整条都是印喜帖的铺头和堂楼 变成一条布行购物街 很热闹的 没错,都有印度人在这里住过 而这里最想保留就是 民间生活和社区发展 这里有一间故事馆 收集了三百件旧物件 每一件都有它的故事 至于为什么游蓝色? 是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 政府想帮它的外场游游 而当时只有水务署常用的 这只蓝色游 所以就游了这只蓝色了 大家好,我是思思思想的C 欢迎各位街坊或朋友 在星期六早上10点半的时候 来参加我们这个 每周的环保回收聚会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养成回收习惯 为自己的社区减肺 我们一直都有向 不是垃圾站的朋友学习 确保回收物有适当的处理 今天我想说回收胶瓶 我想小朋友都知道要回收胶瓶 但其实盖子要分开回收 因为是属于不同种类的胶 不知道 今天我还有一个提议 今年的圣诞节 我们不如多回收一些胶瓶 将它废物利用 造成一些可以美化我们社区的装饰 大家有什么意见? 大家想想 三叔, 你就是住在这里吗? 很特别 整间屋都是蓝色的 还有橙色和黄色 这里还有五代的原居民住在这里 我是属于这里的新居民 在这里住 就要履行好邻居的会员祭 好像逢星期六早上 我们一起看看如何废物回收 波仔, 你向上望一下 看到什么? 好像风车般转转转转 很有趣 看不看到是什么做的? 捉蟋水, 柠檬茶 是喝完的自包饮品 这里还有一间故事馆 在里面放了很多以前街坊的旧物件 有三百多件 我想旧的电话簿你一定没见过 你妈妈什么时候过来? 她说在喜铁街等我 你又知道喜铁街? 这里没有一个路牌叫喜铁街 那我待会见到又回妈妈 那条街就是现在的路东街 二零一零年开始重建 以前的堂楼全部拆掉了 现在变了一条购物步行街 和以前很不同 当年你大伯父结婚 都是去那里选喜铁的 她说有很多店铁都是印喜铁的 所以就叫喜铁街 那不如一会你带我去找妈妈 我自己一定找不到她的 好, 反正你今天过来探我 一会我带你去旋转餐厅吃自助餐 可以看到全港的景色 是一个很慢的铁铁转谷花园 因为它要转六十多分钟 才转完一个圈 好啊, 不过 现在可不可以先帮我找妈妈 稍后你们完成了一个教宗的装饰 我也要来看 你好啊, 又见到你了 你好啊, 真有缘 其实差不多每天都是这个时间 乘电车去探我爸爸 说得见了吧 我也是, 每天这个时候 送我儿子上学 由他三岁不用钱坐电车 现在四岁到幼稚园 每天都坐电车 我很喜欢坐电车, 看风景 我爸爸也很喜欢坐电车 因为现在对眼睛看东西不太好 要出入早上带着导蟆圈 所以才要出街 那不做电车吧 电车不用导蟆上来的 那又不怕, 导蟆圈可以上车 不好意思, 我到站了 希望明天又会碰到你 好啊, 拜拜 拜拜 小丁今天和每天一样 一直忙到午夜 好啊 今次我们的互动游戏 是一个寻宝活动 香港有一辆50号电车 属于战后营 在1951年出世 这辆电车仍然在香港 但是它就不会走的了 而且还是被收藏的 如果你找到这辆电车 可以和它拍一张合照 E-mail到方方剧艺 方方PDA at gmail.com 我们会将最有特色的 上传到VV Web Web 合家欢的Facebook Page 方方剧艺Facebook Page 和Instagram的 下次去哪儿? 稍后 等一下 20分钟 10分钟 1分钟 2分钟 1分钟 6分钟 1分钟 1分钟